小时候女孩摔跤的时候,好头大哭,会被各种安慰,而男孩迎来的却是男儿有泪不清台,长大以后许多女孩,即使不功成名就,也会被安慰。 女孩子吗?不用那么拼的,而男孩却会被教育,一定要上进,要有强有力的肩膀去保护家人。 男孩,生来就比女孩强壮有力,似乎责任也更大,父母继续的厚望也更多,家有男孩的父母想让孩子以后撑大气,是个人才,从小就一定要培养孩子这六点。 01,责任心,有责任心是男孩最重要的品质,一个没有责任心的男生,是不受女生欢迎的,也会受到同性的侵蚀,而男人的责任感是需要从小培养的。 01,每一个都应该有自己的责任,做好自己的事情,建立扮演好,自己作为儿子父亲的责任,除了问题有担当,这就是责任感。 02,有爱心,虽然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,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免不了被人扶持一板,自己曾受到帮助,也应当有心去帮助他人。 01,爱陌生说过,人生最美丽的补偿之一,就是人们真诚地帮助别人之后,同时也帮助了自己,所以对他人有爱心,实际上也是帮助了自己。 01,无疑给自己的人生道路照顾了一块金砖,03,能知苦,为累过,方知钱,为苦过,方知钱。 01,孩子在小的时候无忧无虑,长个学还叫苦,若不知,将来等待他的,是社会上无尽的磨难。 01,父母若是不在男生小的时候培养他知苦,长大后是必会像一个赤手空拳的士兵,人生就像一个储蓄罐,所有你存下的,都会在未来还给你,临子,学会独立。 01,父母不可能无时无刻陪伴着孩子,每一个孩子终究都要离开父母,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世界。 01,假如父母在男生小的时候就趁早上开手,让孩子学会独立判断和独立决策的能力,等到孩子长大了,遇到问题会更加果断。 01,有多少功成名就的名人曾说过,小时候父母教育自己独立,真的给自己成功道路上,帮了不少大忙。 05,要勇敢,现在的社会,女生是越来越强大了,而有些男生却变得微微缩缩。 01,丝毫没有男孩子气概,这也会就于父母从小给他保护得太好,导致他遇到事情就会退缩的性格。 01,要想孩子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获得机会,就要变得勇敢,而这种精神,应当从小就开始培养。 06,要阳光。 01,一个阳光孩子是快乐的,他能轻易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,在社会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。 01,阳光的大男孩散发出来的气质是迷人的,阳光的人是积极向上的,而这种气质可以影响周围的人。 01,不沮丧不放弃可以说是阳光男孩的标配了。 01,男生从小就被培养这种气质,不气味也不容易放弃。 01,成功往往离这种人很近,各位父母就长变形吧,既然我们做不到亲男孩们成长。 01,这些作为以后成功男士的标配精神,从小就要开始培养。 01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01,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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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0